那些這個池池池池有射塊的部分都是私有林 那我們看到這個尖山脾水庫上游這個部分 那我們已經做了初步規劃 目前依照最靠近尖山脾水庫的這一邊 順時針下來依據交通及坡度的狀況 我們把他邊編 順時針邊編六個區塊 1 2 3 4 5 6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考慮 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邊是尖山聚落 啊這裡是那個 這裡是探頭殼 這裡是這座油啦 那我們現在 針對因為尖山比水庫 產業變遷的關係 已經失去原來農業灌溉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準備 顧及這個民眾的權益 以及這個相關 我們產業的發展 我們準備來考慮說 是否來做一個分期 分區解編的規劃 那我們會考慮到 要隨時保持坡度的關係 來做這樣的那個初步的 這樣的狀況 那會依照距離水庫的遠近 來做一個分期分區解編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主要上在比較坡度 比較平緩的地區 它就是可以 就編為這個移農移木地 那移農移木的話 它就可以做在依法 在這移農移木地裡面 可以做的這些農耕 或這個相關的開墾行為